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誰要打 反對M1 競算加把 阿提諾 只能說今年的阿提諾跟去年的磁師 應該那時候是差不多跨聯盟交流賽的時候 的助攻 三場下來阿提諾打得都相當不錯 阿西 從胡亭來做啟動 這邊右手競賽跑投得分 這個判斷很成熟 剛剛是李德威要擋阿巴西的左邊 雅雜路傳出來 Sharifi 三分萬先拔起來出手距 7比7平手 整個對球的拼搶跟專注力 是真的需要再提升一下 巴西在前面上來 插板得分 現在中華隊換上3號的林秉勝 可以從加提諾進去的單打出手得分 好球 整個被蓋了 結果對方自己也發生失誤 其實德威這個放球的時機 跟跟進的時機都不錯 對 這球其實沒問題 對 只是說對方的防守來得也是恰到好處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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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過進來了 今天第一節林秉千也還沒得分 對 對 對方的打出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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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還在空中拉了一桿 換到籃框另外一邊插板 對 傳到底線這裡 這個防守輪轉得很漂亮 劉真這一鍋蓋得漂亮 對 這邊突然殺出來賞給對方 進馬那鍋 右側接球拉回來 巴西一外仙拔起來跳投出手 這個就是靠個人的力來得分 對 對 至少第一節其實中華隊在防守端 是做得不錯的 包含三個超級還有五個火鍋 偷了 德威斯基 對 五點要做HAND OFF 被前輩抵擋 POPO拿了球拋 拉提諾跟阿巴西的配合 巴西STEP BACK自己來 巴西解決困難 這個以現在的籃球來說 這得分是出手期望值手段最低的方式 二十三 停籤 哇 這個應該是真的沒看過阿提諾打球 阿提諾戰鬥陀螺 對 精彩的一個動作戰鬥陀螺 阿提諾轉身之後放進 球再跳給阿提諾 阿提諾轉身勾射 可以打快 劉正 林鼎謙收球上去 高難度 這也是一個成功防守 阿提諾 衝進來 阿提諾 自己來了 今天阿提諾的攻守兩段表現 真的 相當夠水準 這場比賽阿提諾打得很有激情 掛完籃之後就知道對方很暫停了 那現在阿提諾拿到了十二分 這時候中華籃隊三十比十五領先一籃隊 大腳轉移 Axtra Pass 再找劉正 劉正突破進來 提早的挑籃 這是一個進攻的妨礙重攔 對 先抓到籃框了 應該是對方的一個妨礙重攔吧 目前為止 伊朗隊的三分球十七頭只有一中 給出來 秉勝三分球 阿提諾轉身 要殺進來打得非常強 是阿提諾 這個剩一秒鐘多一點的時間 要直接甩吧 要再往前一點 可以啊 秉勝 就是想看他這樣有自信的表情 這個也行啊 厲害啊 Logo Shot 哇這個球真的是 讓大家 特別開心啊 這種幸運的一投 哇好遠啊 Logo Shot投進去了 這個算是錦上天花 哇這個球真的是超級遠 團隊只拿下了十七分 好 達利扎漢突破禁區 後面Follow籃板球 伊朗隊得分 對 達利扎漢 唉唷 來到下半場看起來不太一樣喔 對 李奇偉 哇這個傳球危險 被操走了 伊朗隊前面是一個快攻機會 哇 對 馬上還暫停了喔 哇看看這也是很會蹦啊 伊朗瑞的快攻 爆扣籃框 所以第三節 現在中華隊要請求一個early timeout 這個球 黃中有錯 失去又得到又失去 伊朗瑞外線的三分 哎唷喂啊 達利扎漢就回來 對這一波的防守做得不錯 伊朗瑞比一下 再近一點 跳投 有點太容易被晃開 可能會是近期的 中華隊一路到亞運的另外一個問題 因為現在真的 比較沒有控球後衛 那場上到底誰能改變節奏 這一節中華隊的進攻 很多這種運籌 李奇偉底線出手距 藍底下 哇 這邊接近來挑戰 哇 這是M1 這個球給競算加法 伊朗隊7號的Rahimian 進來挑戰得分 Rahimian 中距離拔起來 這也進 打得是真的有點悶啊 平切的出手不進 籃板球增強 阿提諾靠他了 哇 這個球很重要 總算得分啊 終於啊 阿提諾 進攻籃板拿到之後放進 阿提諾這場比賽得16分 Azali Rahimi Rahimi在這一節好準 對 真的完全是on fire 中華隊金手區域 但是這邊漏掉了 Yasaru 踩歐洲不進來 這是M1啊 對 其實我們的23區域 聯盟上半場跟下半場 最大的差別 就是在於第一線上半場 我們防守是做得很棒的 無論是劉真 林廷謙或者是林秉勝 反而到了下半場之後 你看到很多這種第一拍被過 射球大號的三分 拔起來 籃板球 劉真籃下拿到了 劉真在第三節時間到點之前 抓到進攻籃板之後 籃下得分 交給Artino Artino傳出來 阿巴西再一個extra pass Nice 底線這裡退出來出手不進 來底下點進去 勾出來 平纖 三分球拔起來 Yes 關鍵球員 關鍵時刻要挺身而出 對 達利沙漢 對 這是第三節最大的問題 第一線被過之後 你第二線的Artino要出來補防 整個防守布陣腳步很亂 劉真第一時間加速 突破進來了 好漂亮 這個速度真的有夠驚人 這突然之間攻對方 力阻未穩 劉真 Artino中間 頂進來Artino Yazzaro服頂出手得分 上半場才拿兩分 對 下半場得到十二分 這個應該是要給U啦 這個畫面怎麼今天感覺看兩次 六三五二 六三五二 Yazzaro突破進來 這幾波已經贏了 這應該go-tending 而且現在這幾波的防守器 中華隊很多的強人 是被拉到外圍去的 包含是整個頂包 Artino都有第一線去 再三分線附近 面對對方的 比較小的Playmaker 對 現在 唯一真的擔任過Playmaker的 停牲現在不在 對 對 這個時候就是 劉真要跳出來的時候了 示範 巴西 歪圍的三分球命中了 這個比較像他 在中心特攻的角色 154 這沒有人看守他 劉真 雙人小組做一個 撒進來了 哪下出手放置 7356 好球 這個傳球 Gater是很漂亮 一個backdoor的機會 接到大房東的妙傳 至少在整個機率戰的處理上面 看得出來的球員是很冷靜的 Rakimi 胡頂的三分出手 Shakla剩10秒鐘 球傳出來 Rakimi的出手得分 太理想了 一度被對方追近 那拿到勝利之後 其實還是有很多地方 可以做修整 對 但至少不會壓力那麼大 哇 張家和 這個大轉身精采 這個體現發球做得不錯 哇 今天的Arteno厲害了 對 當然其實從上半場的 防守做得很棒的 這個情況下 看起來這個差距 可能是有機會再拉開 不過在第三節的亂流之後 還能夠重新踩出煞車 我覺得今天當然有很多地方 是可以再修正 可以再進步 但是至少 這是一場勝利 對 對